小米配苹果,医生远离我 我爷爷90多岁了 人蛋向来是红扑扑的 又会打麻将,又能歌跳舞 睡觉香,身体棒 每天睡到12点自然醒 一醒就吃早饭了 他老人家常说 补啥药都不如这碗粥 他从年轻喝到老 有好东西一定要分享 哈喽大家好 今天那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这款养孙粥要想熬得好 米水比例则是非常的重要 小米和水的比例是1比10 也就是说100克的小米 加入1000千克的清水 中途千万不要加水了 加水就会影响这个粘稠度 但是在今天 我们还得多加500克的清水 一会儿还有没有用 我们先大伙把它煮开 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说 想要皮屋好 粥里要加红枣 这个红枣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有抗氧化美白几乎的作用 所以平常我们都可以用它来熬粥 或者煲汤 那都是非常的好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这种小颗粒的红枣 那去掉枣盒也不容易上火了 最后再来一颗清洗干净的又红又甜又水的红苹果 清洗干净了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切成了大大的小块 给它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了之后 我们给它放进提前准备好的清水中 然后给它盖上一个盘子可以防止它氧化花黑了 现在的锅中的水也已经烧开了 淘洗小米则是非常的讲究 这个小米也不用洗很多遍 给它洗去表边的米粉就可以了 接下来用滚烫的开水来给它洗米 可以防止一锅 还可以使煮好的小米会更加的粘稠 不用浸泡了 接下来我们在熬小米粥一定要开水下锅来煮 千万不能冷水来下锅 想要小米粘稠 我们开水下锅很重要 下锅之后不要着急着给它盖上锅盖 我们给它掀开 大火用勺子快速均匀的给它搅动 这样子可以避免小米粘糊在锅底了 这一步很关键也不会浮锅了 我们先开大火给它煮上五分钟 这是煮了五分钟的效果了 这个小米开始膨胀 这个时候由大火转小火继续熬煮 继续给它熬上两分钟 这个期间要不停的给它搅动搅动 因为搅动的会产生一些摩擦 这样子小米粥就会非常的粘稠了 两分钟之后我们再开最小火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可以把提前准备好的苹果给它加进来了 还有去掉棗盒的红棗 给它稍微搅动一两下 让这个食材全部混合均匀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子 继续给它焖上十分钟 当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再打开盖子看一下 现在这个小米粥都已经非常的粘稠了 米香四溢 哇哇哇太香了 最后我们开始往里面再加入一小块八年的老红糖 然后直接给它关火了 给它继续搅拌搅拌 搅拌到这个红糖融化了 时候我们的苹果养孙小米粥也就熬好了 当我们的女人上了年纪 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 保养自己 坚持给它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有了惊喜 发现有了自己的改变 好了今天这款苹果小米粥 你们都吃过吗 特别的香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就请各位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给我点个赞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转发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呢